眼前这个男人有多强大 中了折仙咒不仅没死 反而用折仙咒提升修为 还骗老婆要双修才能解咒 夫君 有好消息 老婆 什么好消息啊 让你如此高兴 骑士阁今天送来了这颗解咒单 说是他们研究了半年才练制成功的 应该能解你体内的折仙咒 解咒单 嗯 快服下试试 嗯 好吧 如今 这折仙咒 已经成为了我一种很重要的修炼手段 我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突破至五圣三重天 有一部分的功劳就来源于折仙咒 对我肉身神魂的磨炼 虽然很不想解咒 但为了让老婆放心 解就解吧 夫君 感觉如何了 嗯 没什么效果 哎 还是不行吗 老婆 你真的无需为我勋解咒之法 这折仙咒不过是一脚残咒 我能够抵御住的 你没发现吗 两年了 我可一直都未曾跌落五圣呢 夫君 虽然你未曾跌落境界 但折仙咒在体内总归是百害而无一例 难道还能如你曾经所说 这折仙咒可以起到促进修为的作用吗 嗯 老婆 其实我不久前得到了一种解咒之法 只不过解咒的方式 我怕你不同意 哦 是什么方法 只要能解你身上的折仙咒 我什么方法都同意 嗯 那个 就是我前不久找到一种阴阳双修的功法 这种双修之法 不仅可令你我修为共进 还可以在双修时 产生一种玄妙无比的阴阳之力 而这种阴阳之力 应该可以一点点消磨掉折仙咒 啊 双修真的可以解咒吗 好吧 只要能解夫君你身上的折仙咒 要我怎样都可以 哈 那还等什么 老婆 快咱们去解咒 哪里来的钟声 是朝中 看来有大事发生 夫君 我们也去看看吧 嗯 子嗣朝会通知的乃是皇室子嗣语文五百官 一个乡野草民来做什么 炼龙巷 你什么意思 随风乃是我夫君 神朝驸马 为何不能来 呵呵 你偷偷找的一个野小子而已 名不正言不顺 也算神朝驸马吗 小子 我看你是皮痒是吧 咋的 怎么 在这金鸾殿上 你还想动手不成 住手 随风乃我神朝驸马 这是神主亲口承认 更何况神宴之上 随风救驾有功 与哪一点来说 都可进入金鸾殿一世 什么驸马 只不过是荒域的一个土包子 龙巷皇子 你这是在质疑神主吗 呃 不敢 好了 朝会要开始了 大家准备一下吧 系统 在金鸾殿迁道 金鸾殿迁道成功 获得君臣印 君臣印 分君印以及臣印 只要将臣印打入对方体内 便可通过君印掌控对方的一切 包括视线 想法 生命 这君臣印有点意思 先收起来 什么人 喂老鬼 别来无恙啊 天府老魔 血消字 苍鸣刀鬼 你们三个邪魔外遂 潜入这金鸾大殿 究竟想干嘛 当然是要杀人了 有人在暗网上悬赏你们的命 凡杀羽化神朝一神 报仇一万灵石 凡杀羽化神朝一皇子 报仇五万灵石 凡杀羽化神朝一位五圣 报仇 百万灵石 邪魔外遂也敢口出狂言 就凭你们三个杀得了谁 那就试试看了 魔狐灵石 血炼天地 鬼刀大开 喂 你不是五圣吗 还不敢快驻魏公公对敌 虽然你在他们中应该是最弱的 但最起码能为魏公公等人挡挡刀子吧 哦 那你们怎么不去挡刀子呢 那个我们又不是五圣 掺和不了五圣大战 哦 这样吗 你们确定要我上去帮忙 默默唧唧的 像个娘吗 你到底敢不敢去 好 我这就去 老婆 你跟我一块 哦 我忘了告诉你们 这大殿中还藏了一位五圣 什么 小子 别走 快回来救我们